那今天早上我了解了一下 可能外面的 资讯有落差 因为他们告诉我 他们目前两位都是诞生 党员的私人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不涉及党纪的话 我想我们党部是不会过问 那今天早上我了解了一下 可能外面的 资讯有落差 因为他们告诉我 他们目前两位都是诞生 晚真因为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我认识他很多年 那他有一位小孩 但是他已经诞生很多年了 至少在我台北市政府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诞生 所以我想外界如果对不熟悉的事物 我觉得应该要再查证 所以男生也是诞生 男生 今天早上我有跟他通了电话 他说他目前是诞生 我认识他说他有助于